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呢 第三段呢 比较长 咱们先念前一半 苏秦曰 臣故意大王之不能用也 西者神农伐补穗 皇帝伐桌露而秦池油 姚伐欢兜 顺伐三苗 与伐公公 汤伐有下 文王伐崇 武王伐昼 齐桓任战而霸天下 由此观之 乌有不战者乎 古者使 车骨积持 言语相接 天下唯一 约纵连横 兵格不藏 文士并斥 诸侯祸乱 诸侯乱祸 万端俱齐 不可生礼 磕条既备 民夺伟态 书册愁着 百姓不足 上下相愁 民无所聊 明年张礼 兵甲 玉起 辩章尾福 战功不息 樊成文词 天下不至 舍壁耳聋 不见成功 行义约信 天下不亲 这个苏秦呢 他这次呢 他是这次的游说啊 实际上 因为咱们看后边 可以看出来的 他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但是从这个刚才我念的 这段课文呢 我觉得实际上 他的这个说词啊 已经是相当的华丽 而且是相当的有说服力了 所以可见呢 当时这个游说呢 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他后来呢 他回去之后 他又学习了好多年之后 再次游说才成功的 而这个时候呢 第一次他出来的时候呢 并没有成功 尽管他的这个言词啊 非常优美 而且引用了很多 这个古代的典故 这个咱们在学习过程中呢 就可以看到 苏秦说 臣故意大王之不能用也 故意 这个故呢 咱们想想什么意思啊 这个故就是本来的意思 我本来呀就怀疑 大王您不能够用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连衡的学说 这个话呢 实际上他是在 激这个秦王 他觉得你本来就不用不了 我早知道你 你不行 就这个意思 他是在激秦王 来用他的这个连衡之说 然后呢 他下边呢 一连串呢 他引述了一连串 古代的这个事情 来说明 要统一天下 必须得 依靠战争 他要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呢 西者就是过去的意思 神农伐补穗 神农呢 就是 盐帝 这神农呢 曾经去讨伐 补穗 当然他是为了 统一 统一大业 皇帝 罚诸鲁 罚捉鹿 而 秦吃油 皇帝大战吃油 这个这个 咱们都知道 这是 中国古代 非常著名的 这个传说 皇帝呢 就是 所谓 宣源氏 也是华夏的始祖 这个皇帝大战吃油 后来他这个 抓住了吃油 在捉鹿 这个地方 捉鹿呢 是 河北 捉鹿县 一带 这个吃油呢 是传说中 九黎族的首领 这个事情呢 是在 史记的 五帝本记里边 对这段 就是说 皇帝 大战吃油 这段事情呢 有比较详细的 记述 姚法 欢兜 这姚舜宇了 下边说的是 姚舜宇 姚呢 是 罚这个 欢兜 欢兜呢 传说中呢 它是 姚的 大臣 后来呢 被 放逐到 崇山 这个事呢 也是 史记的 五帝本记里边 有记述 顺罚三苗 顺 这姚舜宇 咱们都知道 三苗 指的是 南方的 少数民族 又称 有苗 是古代的族名 雨伐公公 雨 就是大雨之水 这个雨 它呢 是 姚的 臣 这个 公公呢 是传说 这个 这个 贡子 在这念 公 在传说中呢 它是 它也是 姚的臣 它 被 姚 流放到 幽州 在这呢 说这个 雨伐公公呢 好像指的是 这个 公公 这个 他的一族 西者呢 就是 这个 神话里边 又又记载 就是公公 和这个专虚 啊 争为 帝 怒而出 不周山 啊 天助折 地为绝 啊 就是天都 把天都 给给撞塌了 啊 天寝西北 啊 地不满东南 啊 所以呢 为什么 中国是 西北高 东南低 啊 这传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 公公呢 这个 把这个 不周山 给撞倒了 啊 所以 这些呢 都是 呃 非常古老的 一些传说故事 啊 汤伐有下 啊 这个 这个就是 确有其事的啊 汤呢 是 商族的 部落首领 啊 快攻灭 夏节 建立商朝 啊 这个 这个咱们都知道 有下的有 那是名词词头 没有意义 啊 现在 咱们 也还有这种 用法 你比如研究 青史的 可以说 有青一代 啊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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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或者有唐一代 这个有字 都是 词头 没有意义 文王 伐虫 啊 这个文王呢 指的是 这个周文王 啊 虫呢 是 虫猴虎 是一个人名 啊 他是商咒王的亲事 助咒为虐 所以呢 文王呢 去 讨伐他 武王伐咒 啊 这这不用说了 这咱们都太熟悉了 这个呢 就是咱们在讲这个 牧师的时候 讲的也就是这个 这个王伐道的事情 奇环 任战而霸天下 啊 这个任字 啊 又是一个 长用字 啊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任字 这个任字呢 在甲骨文里边 左边是一个人形 右边呢 好像是一个 啊 东西 就是一个人 扛着一个 重物的一个形象 所以 他的 比较早的意思啊 或者说是他的 可能就是他的本意啊 就是 负担 啊 就是那个 这个担子 啊 所以咱们现在 成语 任重而道远 任重而道远 这个 这五个字呢 是出自 论语泰博 啊 就是 任重而道远 就是你这个 负担 啊 就是你肩上 担子非常重 而你前面 这个道路 又非常远 从这个 负担 啊 具体的负担 就引申出抽象的 责任 职务 啊 比如 陈不财 不胜其任 这是左传 成功三年里边的 一句话 又引申出 抽象的 担当 啊 陈不认 受怨 啊 我不能担当 这个怨 成语啊 咱们又 可以用成语来 解释 这个认的 啊 理解 这个认的 比如说 认劳认院 这个认劳认院 就是担当的意思 啊 又担当 劳苦 又担当 埋怨 那么 在这 就是 这个 第三个意思 担当 但是在这呢 可以活以为 进行 啊 嗯 就是 齐桓呢 指的是 齐桓公 啊 公子小白 这个呢 咱们也讲过 啊 是春秋时的 齐国的国君 是春秋五霸之一 啊 任战而霸天下 啊 就是 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认是担当的意思 啊 就进行 战斗 而称霸 天下 啊 这个伯 通那个霸 啊 霸权的霸 哦 由此观之 乌有不战者乎 乌有 就是 怎么 啊 怎么有 不战者乎 啊 不打仗的呢 古者 始 车古积持 啊 就是 古时候 这个始是 指的各国的始者 啊 车古积持 车 就是 就是车 啊 古 指的是 就是车轮中心的 原木 啊 就是车轮中心 连接各个扶条的原木 啊 中心呢 穿着那个轴 啊 所以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轴 轴的那个套 啊 在这个套上面呢 啊 连着各个扶条 这叫古 啊 车古积持 就是 由于车 太多 啊 他是实际上 形容的车特别多 这个车特别多呢 以至于呢 这个车和这车古之间的互相撞击 啊 就是使者的这个车古啊 互相撞击 语言相接 啊 就是 彼此啊 这些使者 各国使者 用语言 啊 言语相接 用言语呢 互相 接约 啊 天下唯一呢 就是 想让天下 皆为 一体 约纵连横 就是 约定 合纵 和 连横 冰阁不藏 冰阁 贩指 军备 啊 冰是冰器 格是 盔甲 古代的盔甲 一块一块 那个也应该是 皮革的 啊 他主要是防 这个剑啊 剑你射射射了之后 他就不会伤 伤鸡皮肉 啊 你刀的话 可能太快的话 可能能把那个 给剔开 啊 但是他有的 还有这个这个 其他的 其他的防备的方法 啊 冰格不藏 不藏 就是 就是这指的是 无法收藏 啊 就是因为 老打仗 所以你这个 兵器啊 啊 盔甲啊 军备啊 都不能够 没法收起来 啊 文士 并斥 这个文士 指的就是战国时候 这些游说之士 啊 并斥 这个斥子 相当于 这个粉饰的饰子 啊 通那个粉饰的饰 在这儿呢 是 修士文词 进行游说的意思 啊 就是说 这个并 并的是 一起 一道 啊 一块 赤 在这儿呢 就是说 都是用华美的 词语 去游说 啊 诸侯乱货 啊 这样 他结果呢 是这个各个诸侯王啊 啊 思想混乱 迷惑啊 万端 俱齐 不可生理 万端啊 啊 指的是这个端呢 指的是世端 纠纷 万端呢 就是 万端俱起呢 可以理解为 就是很多纠纷 一起出现 啊 不可生 不可生理 这个生啊 这个圣子在这儿是 发 第一生啊 平平生啊 啊 他的意思是 全面的意思 啊 就是 没有办法 全面的 处理 啊 这几句给大家 翻译一下 苏星说 我本来 就怀疑 大王 不能 采用 我的主张 从前 神龙 讨伐 补穗 皇帝 征战 捉路 而 秦沙 吃油 摇 征讨 欢兜 顺 征伐 三苗 羽 攻打 攻攻 汤 进攻 下节 周文王 征讨 虫 周武王 讨伐 商周王 齐桓公 进行战争 而 称霸 天下 由此看来 哪有不打仗 就能 统一 天下的呢 古时候 各国 互派使臣 使者的车辆 往来频繁 以至车骨 相撞 彼此 凭言语 互相 接约 想让 天下 皆为 一体 各国 结盟 定约 无法 把兵器 收藏起来 游说之事 修饰文词 游说 各国 致使 诸侯 茫然 不知所措 很多 纠纷 一起出现 无法 全面的 处理 下边 科条 记备 民多 伟 太 书册 愁 百姓 不足 科条 记备 科条 指的是 法令 规章 法令 条 规 记备 记 已经 备 是完备 民多 伟 太 民是指 老百姓 伟 太 指的是 装甲 也就是 奸诈的意思 所以 这句话的意思 实际上说的是 法令 制定的越完备 百姓 也就 越奸诈 书册 愁着 百姓 不足 书册 本来是指 博书 检测 在这是指 文书 政令 和刚才 说的这个 科条 意思差不多 近义词 愁着 愁是 多的意思 着 是混乱 所以 愁着的意思 就是 繁多 而杂乱 百姓 不足 百姓 却越发 贫困 上下相愁 民无所聊 上下 指的是 君臣 相 在这还是 一起 共同的意思 愁 忧愁 民无所聊 民 是指 平民 聊 在这是 依靠的意思 就是百姓 失去了 依靠 明年张礼 兵甲 玉起 辩章 尾福 战功 不息 繁称文词 倾下不至 舍必 耳聋 不见成功 行义 约信 倾下不亲 这几句呢 意思很相近 但是 他用不同的方法 来 说明一个意思 咱们一句一句的 来分析 明言张礼 这个明和张 都是动词 就是明是清楚明白 张也是清楚明白的意思 本来是形容词 在这是形容词的始动用法 就是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把道理讲得很明白 使严明 使 礼章 这个章呢 通这个 咱们说臭名昭章的那个章 就一章的加三瓶的那个章 所以是彰显的意思 兵甲 预起 兵甲 和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这个 呃 兵格 一个意思 呃 兵呢 是指兵器 甲 是指盔甲 在这儿 兵甲 也是代指 是代指战争 呃 刚才是代指 这个 军备物资 呃 所以这一句呢 就是说 竟敢说客们大道理讲得很明白 可是战争呢 仍然不断爆发 员言尾服战功不息 员言 就指的是 雄辩的言词 尾服 是指华美的盛装 就是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雄辩言词的人 就是这些游说的 这些游说的人怎么样呢 都穿上了华美的盛装 就是他们呢 都通过游说呀 当了大官了 结果怎么样呢 战功不息 啊 还是 战争还在 继续 啊 凡称文词 天下不至 啊 凡是多而杂 啊 多和杂的意思 称是援引 啊 就是 尽管这些游说之士 援引了很多 华美的文词 啊 结果呢 天下还是 无法达不到智力 啊 蛇臂耳聋 不见成功 蛇臂 臂是 破败女子 就是游说的人呢 把耳 把舌头都说破了 啊 听的人呢 耳朵都听聋了 结果怎么样呢 还是不见成功啊 没有什么功效 行义约信 天下不亲 啊 行义就是 行使正义 约信 就是以诚信 相接约 但是天下呢 仍然不能够和睦相亲 所以这几句的 这五句的意思啊 非常接近 咱把这几句 再给大家 参应一下 法律条令 越是完备 百姓 就越是奸诈 文书政令 越是 纷繁 百姓 就 越发 群困 对此 君臣 共同忧愁 百姓 也 失去了 依靠 这样 尽管 游说之士 已经通过游说 做了 大官 尽管 游说之士 的大道理 讲得很明白 但是 战争 仍然不但爆发 游说之士 已经通过游说 做了大官 但 战争 仍然不能够停止 尽管 文士们 旁征博引 文词 华美 但 天下 仍然 得不到 安宁 言者 说破了 舌头 听者 听容了 耳朵 但是 仍然 不见 成效 尽管 行使正义 以诚信 相接约 但是 各国之间 不能够 和睦 相亲 这一层呢 就是 进一步 说明了 文质 就是说 光靠 嘴皮子 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就必须得是 乃 就是下文 乃 废文 任务 这个 下半节 这一段的下半节 给大家念一下 于是 乃 废文 任务 厚扬此事 罪假 立兵 教胜 于战场 服 途处而致力 安坐而广地 虽古 五帝 三亡五霸 明主贤君 常欲 坐而置之 其事 不能 故 以战续之 宽则两军相供 破则 仗己相撞 然后 可见大功 事故 兵胜于外 一强于内 威力于上 民服于下 金玉并天下 灵万胜 趋敌国 至海内 紫园园 陈诸侯 非兵 不可 金智四主 忽于智道 结婚于教 乱于智 迷于言 祸于语 陈于殿 逆于词 以此论之 往故不能行 这段文词 确实是很华美 但是它结果怎么样 咱们下节课 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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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